目前水利署是统计 全台北中南六大水库的蓄水量 已经低于了两成 经济部长王美华表示 接下来将会好好商讨 限水的条件 因为外界就很关注了 是不是这个水晴灯后 亮红灯是越来越近 恐怕进入公五休二的措施 也就是公水五天 停止公水两天 而经济部长王美华也提到 如果要实施这个公五停二 一定是在水晴亮红灯的阶段 以目前来说 其中新竹苗栗台中的工业节水率 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十一 高于加益台南的百分之七 也就是说新竹苗栗跟台中 是较为严峻的地区 而且不排除未来工业节水 可能会上调到百分之十五 另外行政运长苏珍昌日前 更是指示将针对每月用水量 超过万吨的一千八百一十七大户 来征收这个耗水费 研议这个耗水费 会针对的是五大的产业 而这五大产业分别是石化 罩纸以及光电跟电子钢铁 因为这些耗水费 其实他们用的量真的很惊人 他每个月用水量占了整体 大约是四成左右 从去年开始缺水到现在 你有去骑雨吗 我每天都祈求风调雨顺 部长你去石门 求雨的时候有没有沐浴啊 这是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不是宫庙 骑雨法会 偏偏国民党台中立委杨琼英 先问经济部长王美花 骑雨的SOP对不对 没有啦 其实就是很小心 这样我们的议员是认知啊 没有沐浴所以才没有下雨啊 还没问苍生 杨琼英倒是先问其鬼神 不知道是不是真能解渴 中南部水库快要见底 经济部预告可能要进入 公武休二紧急状态 先看看台湾承登危险区域 中部是新竹 苗栗台中 南部是嘉义台南 目前开始减量供水 工业节水7%到11% 游泳池节水则是10%到20% 其他民生用水行业刷了一段 到底是哪些行业别会先停 第一个是哪些区域 可能会比较险峻 这个我们都会事先讲 民生高用水行业 除了游泳池 已经限水 洗车 洗头 餐厅等等 一旦真的必须公武休二 生意真的大受影响 会事先讲 比如说通知之后的多久会开始 那第二个呢 所有的细项工作呢 一定会去分别的做沟通了解 不管立委如何避问 王美花不肯松口 陷水行业别 但全台湾一片成灯 中南部已经快变红灯 一旦减水 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是必大受影响 三地新闻 陈君杰陈将军报道 而在南投的日月潭 是水位直直落 目前水位只有736公尺 而水位降低 游客想要搭船游湖 悬光码头的引桥舰道 甚至因为水位不足 严重倾斜 日月潭的管理处表示 将在四月一号关闭码头 他们现在正在走下坡 要走下坡 要去搭游艇 可是现在感觉看起来蛮危险的 日月潭游湖码头前 想搭游艇 得先经过好汉坡 大朋友小朋友 紧抓扶手举步围艰 但在这危险情况下 居然还有民众 决定要先来一张自拍 不会吧 还在桥上搞自拍 这个动作真的很危险 不会这么陡 全都是因为日月潭水位只剩736公尺 水位变低连带扶牌 码头也跟着变低 引桥向下倾斜20到30度 管理处紧急加装止滑条 但陡坡还是会有跌倒 摔伤的风险 甚至有民众拍到悬光 码头引桥站道 已经出现倾斜状态 游客要徒步下去的这个阶梯 已经完全都倾斜了 日月潭有四大码头 一大哨水设 悬光还有招物 管理处担心船只搁浅 影响游客安全决定在4月1号 关闭朝五和悬光两个码头 而同样受缺水影响的 还有这里 屏东凉山瀑布 以前气势磅礴 水量充足 现在只剩蝉蝉小溪 最后第三层瀑布 看不到那个壮观的瀑布的景象 那有提醒游客 就是有这样的情形 那请他们确认之后再买票 无论是游客上山想看瀑布 还是当地民众要接山泉水 全都被缺水景象震撼 久未降雨中南部水情持续 拉近报纸 盼天快下雨 尽快缓解严峻水情 三天新闻吴坤于 屏东南投组合报道 最近很常跟大家讨论的 就是买房议题 现在就跟大家聊聊的是 台湾正值高龄社会的浪潮 但是55岁以上的长者 竟然现在有超过七成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没有电梯 陷入了居住弱势的困境 学者也分析这十年后状况会更严重 预估大概有五百万名的长者 会处于这种居住弱势的情况 而进一步分析这些长者 其实旗下都是名下都是有房产 并非是经济弱势 但因为房价高涨 所以他们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换屋 而另一方面许多老旧的建物 无法添加或改善电梯的设备 如果他们要原地养老 只能透过加速重建才能满足 只是这样的状况真的有办法改善吗 其实政府也是很努力在推动 像是台北市府就祭出了补助来加强 像是让老公寓增设电梯 建物外墙还有这个结构修闪等等 让老公寓有重生的机会 而这每座电梯最高有可能补助到了两百二十万 另外在台中则是推出总价 大概四百到六百万的电梯公寓 诉求是户数单纯免管理员 但是没有停车位 只是这样的房价 还让不少人觉得蛮有诚意的 就算了